YAMAHA的赛因 这款车咱们前几天聊过一次 但是这款赛因和过去有所区别 这款应该是最新款的赛因 后边加了GT 咱们从官网上前面的时间介绍过一次 它主要的区别就是在于它的LED大灯 其实咱们仔细看 这个LED大灯和过去的老款的赛因 不仅仅是从鲁素变成LED的区别 而是整个造型也是在进行了一定的升级 大家可以看一下后边的YAMAHA的XMAX 有一种浓浓的XMAX大灯的这种风格 另外就是在这里的区别 有一个点烟器的口 当初发布的时候 咱们还在讨论到底是点烟器口 还是USB机口 现在已经知道了 这个就是个点烟器的接口 点烟器接口 有利有利 可以直接插上一个点烟器 不仅仅是充电的作用 你比如说我这轮胎想打气了 然后也可以外接一个充气泵 这样直接打气 咱们再打开仪表 看一下仪表 现在是LCD的仪表 公里数 油箱的显示 小剂里程 但这么看的话 似乎还是没有时间的显示 相对来说 这款车和过去的老款塞英相比 等于是加了大概是个400元左右 把这个成本算一下 这个LED大灯 大概咱们自己改100多块钱 然后加个点烟器 加个这个口 也是五六十块钱 我当然指的是加上手工费的成本 这里前面是个LCD的这么一个液晶仪表 也是个一二百块钱 刚好是加上这400块钱 其实从此咱可以看出亚马哈的这五款车 包括巧格 续英 巡英 那边的 伏洗 这五款车 今后可能都会进行这么一个改款升级 简单说吧 LED大灯和LCD的液晶仪表 离咱们都不远了 时间无法显示 在做统空间和老款的赛英相比较起来 是看不出任何变化的 老款的赛英咱们试过 放四分之三亏的话 是放不下的 赛英咱们原来说 这里比较适合你载人起行 这里有一个飞旋脚梯 整个赛英其实和老款的相比较 在重量上也增加了两公斤 现在这个咱从数据上看 赛英的整体重量是97公斤 但是唯一一点比较遗憾的 是在于这里 看一下还是单油门的拉线 这个亚马哈的五款小车 全都是单油门的拉线 聊老赛英的时候 咱们聊过 单油门和双油门 确实还是有那么一些区别的 这里有一个手套箱 可以放瓶水 同时也能够设计的 使你的这个联系接口里边 并不会因为下雨 而导致的潮湿的现象发生 总之吧 大家会觉得 亚马哈的新款赛英 也就是赛英机器 你们喜欢吗 欢迎咱们共同讨论一下